奉学圣语开始 那个 波比亚 那个属情欲的 属情欲 情欲不是罪 那刚刚有人问 我们看那个马太辉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父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二十九节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挖出来与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域里 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零可失去白体中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域 这里讲到说 凡看见父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心里 那个这里是绝对论到奸淫的问题 然后他是 奸淫的问题是要致死在心中的意念 因为奸淫的问题跟一般的罪不大一样 奸淫就是说 患奸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所以他说像这一种很可怕的情欲问题 不能够说放在心里没关系 放在心里久了就变成大罪了 所以他说如果你看见父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心里与他犯奸淫了 然后后面29节到30节就讲到说 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 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 这个叫你真的砍下来 真的挖掉吗 不是 他意思是说一定要 舍得把他断绝 才免去犯奸淫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记住 比如说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 不是行为与他犯奸淫 要把这个挖掉砍掉 就能够进天国 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进天国 他已经犯奸淫 再怎么进都进不了 所以这个不是指着行为上的罪 而是主耶稣特别强调 这一种问题很大 这样子的话 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要知道把他挖掉 知道把他砍掉 你还是可以进天国 如果已经犯奸淫了 就不能进天国 你再怎么砍都一样 这四个不一样 了解吗 所以那个情欲 情欲本身他不是罪 是引起我们去犯罪的动机 动机 而这个动机是很可怕的 而这个动机如果一发动的话 是收拾不了 连圣灵都没有办法胜过 所以这个情欲 我们不要让情欲发动就这样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与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第四章 这些仇敌啊 我们刚刚讲这些仇敌 这些仇敌都虎视眈眈的 虎视眈眈的 要来破坏选民的工作 所以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些仇敌大大脑恨 吃笑犹太人 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仇敌啊 都脑恨 吃笑 犹太人要破坏 他们建造成墙的信心 破坏 这个信心如果破坏掉的话 成墙绝对干不起来 所以仇敌啊 也是攻心为上 只要你这个信心失掉了 人再多都没有用 只要你信心没有了 信仰再怎么样去维护都没有用 信仰的重点就是信心 信仰的重点就是信心 信心的生活 就是爱心的表明 所以信心从盼望来 爱心从信心来 有爱心才能够产生盼望 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是爱 所以有人这样诠释这句话 他说盼望 能够让我们知道有天国 信心 能够让我们看到天国 那么爱心呢 就已经让我们住在天国 这是有人在诠释这句话 盼望 一个人有盼望 一个人有盼望 你就知道有天国 一个人有信心 你就看得到天国 一个人因着信心 行出爱心来 你就住在天国 所以在天国里面的人 都是有爱心的 或许有人看见异象 说天国啊 他看见天国的筷子 你们看过筷子没有 我们的筷子都这么长嘛 对不对 这几天吃饭很多 有人夹东西给我吃 这么长 夹东西这样夹对不对 天国的筷子不必这样夹 天国的筷子你都不用动 就这样夹给他 六尺肠 其实有人看过那个 有人看过那个 那个异象 他说哎呀 先夹东西给人吃的时候 都不用跑 就这样夹给他吃就好了 为什么要夹给爱心 大家都特别爱我 就夹东西给我吃 在天国里面 这是叫爱的互动 爱心的互动 所以天国里面有爱 有爱的人就住在天国 有爱的人才会快乐 一个人不会快乐 是因为心中有恨 看到这个就不高兴 看到那个就不高兴 其实看到每一个人都要高兴 你看到那儿 不高兴看到那儿 你就不想看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每一个人都要高兴 这样才会来教会才会快乐 才会快乐 所以在教会里面 教会是神的国 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快乐 你就算一个爱心的人 爱心你才会在教会里面 得到快乐 不管什么人你都爱他 不管什么人都爱他 你才能够享受 在天国里面的快乐 要不然的话 你看到他也不高兴 看到他也不高兴 什么看了都不高兴 那你在教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进到天国里面去 所以保罗说我是靠足喜乐 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 从爱来的 从爱来的 所以这个是与我们刚刚看那个仇敌大大的脑恨 失笑的看要破坏他们建造成墙信心 那么信心一破坏就没有办法建造成墙 第三个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尼西米怎么样 祷告战胜仇敌 所以第四节以后 就是第四节第五节 就是尼西米的祷告 这祷告里面 他说 我这个祷告很厉害 我们的神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虏道之地作为猎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里面前图谋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折动你的目气 这个祷告是一种 一种近乎咒诅 因为这些人 这些是我们的仇敌 这些仇敌都是从魔鬼来的 我们对人要爱 对魔鬼绝对不要跟他打交道 今天中午吃饱饭后 有人跟我讲说 他常常跟魔鬼打交道 怎么可以跟魔鬼打交道 跟魔鬼看到鬼就要赶 不能跟他打交道 要跟魔鬼谈情说爱 所以这个不能够打交道 魔鬼来就是要赶走他 不要说没关系 哪有交道 不要 要赶走 要赶走魔鬼 所以你看那个 尼西米 尼西米他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在意 因为他看得出 这是从魔鬼而来的工作 如果没有把他赶走 而且赶尽杀绝 我想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 没有办法做下去了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打交道的时候 你看 他说 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目气 求神怎么样 不要涂抹他们的罪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念 求神刑滑他们 把他们赶走了 把他们赶走了 这是 这个 尼西米的祷告 然后经过了这些过程之后 这些百姓专心做工 我们看第六节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 城墙就都联络 高知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虽然外有仇敌 但是他们却没有失落信心 在没有失落信心的情形之下 城墙联络高知一半 工作效率很高 一面受敌 一面工作 一面祷告 一面征战 结果就把城墙联络起来 而且已经做好一半 做好一半 这是很好的工作效率 所以这个 尼西米他很会 在心里面 他很会 带领这些信 这些百姓 战胜仇敌 攻心为上 我们的心不要消化 心如果消化胆怯 什么都没办法 所以今天我们带领信仇也是一样 怎么样激发幸福的信心 这个激发幸福的心 非常重要 那激发幸福的心有两种 一种是讲台的信息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讲台下探访的工作 讲台的信息 我们要建立信仇在信仰上的绝对信心 所以 耶稣说我们按时分量 就这样 我们要知道羊群的情况 才能够按时分量 知道现在信仇所面对的 环境困境 所面对的诱惑是什么 然后针对这些困境 环境 诱惑 潮流 给予信徒心灵上的加油 补足他们心灵上的缺陷 激发他们信心上的成长 虽然有那么多的仇敌来攻击他们 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好的斗志 信心仍然坚强 工作效率仍然那么高 这就是尼希尼 他懂得攻心为上一个策略方式 所以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尼希尼了解这一批人 他也了解这些百姓 把这一批人赶他走 把这些百姓遇到了 这个阻挠内化解 让这些百姓能够专心的 在这些工作上面来努力 所以如果我们在带人家的时候 能够了解某个人的工作 能够知道信徒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处理一些危机的时候 处理一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不但不会消化信徒的信 反而激励他们 让他们更能够在信仰上专心一致 不影响整个教会的一些工作 这是尼希尼在这一段里面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再来从第七节以后到这个十五节 那么这一段是尼希尼他破解仇敌公事的策略 这个仇敌公事有策略的 一步一步一步来 那这个尼希尼一步一步一步的化解 首先第七节到第八节就看到头敌鸿谋要攻击圣城 怎么攻击呢 有外患的 有内忧的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先用脑恨 吃笑 藐视 脑恨 吃笑 藐视 第八节到十一节 是威鹤攻击 我们看第八节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一路上使城内扰乱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旁边 有大人说 灰土上说 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解说 趁他们不知不见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他们 只工作只住 哇 你看 这一批人 放出风声 吃笑 藐视 还有恼恨他们 然后威吓 恐吓还要攻击他们 趁着他们没有力气的时候 需要进到他们中间 把他们给杀了 所以他们工作只住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 伸张虚视 伸张虚视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尼西米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是拿着王的 这个 纸啊 王的玉籽进来的 开玩笑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讲 是要消化那一些做工之人的心 那叫做外患 所以伸张虚视 我们有些信徒 外面的伸张虚视 把他心就消化掉了 害怕 害怕 怕怎么样 怕那一批人藐视他 怕那一批人 这个 轻视他 失笑他 恼恨他 怕那些人 真的像他们所说的 要来攻击我们 其实啊 即使他们这样做 身体会保守 不要怕 不要怕 这是外患 那内忧呢 第十节 犹大人说 非土尚多 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 遇到什么 遇到这个里面的力气衰败了 大家 这个手脚都发软了 那么多土 台不完 扛不完 心都碎了 力气都又没了 十二节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 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 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这里讲到 使他们恐慌 这些敌人使他们恐慌 叫他们要回去了 这是内忧 有外患 从敌人来的伸张趋势 恐吓 有内忧 就是工作的量太大了 还有他们想要回家 心里想要回家 不再做了 这是尼西米 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有从外面来的 有从里面出来的一些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破仇敌的轨迹 看破它 仇敌的轨迹要看破 才能够像尼西米一样 有应敌的策略 第九节以后到十四节 就是尼西米应敌的策略 首先他先带领百姓祷告神 所以第四节他就祷告了 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遇到困境 策略第一 基督徒的策略 与敌争战策略第一招 就是祷告 这是一定的 你有没有学过少林式的武功 少林式的武功第一步是什么 知道吗 少林式的武功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挑水 挑水 不去吗 那个武家小说不是看了吗 要上去那个 那个学武功 他都不要你学 他就叫你去挑水 挑了几年之后 才开始吧 第一步是挑水 那基督徒要跟魔鬼打仗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功夫 跪 跪越久的人 力量越大 跪越 我们有很多信徒是用膝盖在教导孩子的 有一次 有一次有一个沙巴的 沙巴的一个访问团到我们那边去访问 那沙巴的我们团有三十几位 当中有十几位是校长 十几位是老师 我们教导信徒 那因为 不是沙巴讲错了 印尼印尼印尼 不是沙巴 印尼有我们教会的学校 这些书教会创办的学校 有四五间 有小学 中学 四五 四间到五间 我知道至少四间 我们自己教会创办的学校 校长当然是我们信徒 老师也是 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教的信徒 弟兄姐妹 那他们来我们那边访问是要学习宗教教育 他们想办好宗教教育 所以他们就发公文到我们那边去 说他们有三十三个名车 也就是当校长 也就是当主任 也就是当老师 这些书是我们教的信徒 当中有两个校长不是 是外邦人 不是外邦人 是外教会人 后来他来了 来了我们就总会就安排几个重点 要他们去学习 去看整个宗教教育的整个过程 那当中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是在我们那边的南部 那有一个周传道 周传道已经五十多岁了 那是三四四年前到五年前的事情而已 那五十多岁了 那他有两个儿子 然后那一批人就到那个教会去 因为那个教会 中有教育很健全 所以他们就去访问 去采访 去了解 怎么样 中有教育怎么样来办 中有教育的制度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一个座谈 简报 把那个教育中有教育做一个简报 告诉他们 简报完了之后呢 就请他们吃个水果点心 然后有一个校长 他就问那个周传道 他说你当传道多久了 他说他当传道已经快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了 他二十几岁就当传道 他现在五十多岁了 那你孩子几个 两个 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了 小的也要再练大学了 然后他跟他讲说 那你当传道常常不在家 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们周传道就跟他讲 我们管教孩子比你们简单 我们当传道管教孩子比你们简单 怎么会比较简单 他说你们管教孩子要用嘴巴 要用手 要用棍子 对不对 我们管教孩子用膝盖 我们用膝盖管教孩子 那个校长 那个校长是姐妹 你在想奇怪 用膝盖怎么管教孩子 然后那个传道也不笑 这样跟他讲 很正经的跟他讲 那就奇怪 一直想用膝盖怎么管教孩子 然后就在那边吃水果 他一直在想用膝盖怎么管教孩子 然后经过过一段时间 那个传道就带他们去参观这个教会 教室 二龙周教教教室做一个介绍 然后那个姐妹还在想 用膝盖怎么管教孩子 后来要离开的时候 他真的受不了 我就跑去问那个周传道 传道 传道 我想再了解一下 用膝盖怎么管教孩子 他说 膝盖管教孩子最好了 怎么管教 膝盖就是用祷告啊 用祷告来管教孩子 因为当传道常常不在家 有时候回去的孩子不在孩子 你休假回去的孩子上课 他回来 你又要去教会了 所以常常遇不到 怎么办 用跪着祷告 求主耶稣 每次试 每次都是有成效的 所以你看那个 米西米喔 就是这样子 米西米它就是这样子 他是用祷告先 祷告来 祷告完之后呢 那就要派人看守 咒业皇輩 我们看第九节下半段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咒业皇輩 要警醒啦 祷告呢 我们要尽人的本分 派人看守 咒业皇輩 谨守的策略 祷告的策略之后 要谨守的策略 派人看守啊 不能够说 哎呀 我们祷告了 这个主耶稣去负责 我们要尽人的本分啊 所以要谨守 谨守自己 防备自己 不要给蒙留地步 不然的话 到时候 那个敌人进来了 攻击不备 那就惨了 所以彼得前书那边就讲到说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八节 不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第九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边就讲到说 我们要谨守警醒 不要以为我们祷告了 就可以了 所以大佛叫了 不够 我们要怎么样 谨守警醒 像这个黎西民 祷告的时候 就下令 派人看守 不够 做夜防备 不要给那些仇敌 有可蹭之机 就我们现在来讲 不要给魔鬼 留下了工作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谨守自己 免于受魔鬼的侠制 第三 第十节 李西民记 第四章第十节 我们看十三节 好了 十三节 所以我使百姓各岸宗族 拿刀拿枪拿弓 这边讲到说 他要百姓武装起来 兼顾的策略 拿刀拿枪拿弓 这是什么 这是武器 正硬战的武器 我们在上一次 上这个引物手术的时候 我们要穿上全国的军装 有几个 考试考考大家 一年了 有没有忘记 我们要穿上全国的军装 我们要穿上全国的军装 有几个 考试考考大家 一年了 有没有忘记 我们要穿上神所示的全国军装 这全国军装有几个 啊 糟糕了 完了我 几个 六个 六个 武手书第六章那边 十七节以后 第十节以后 六个 六个里面有几种是黄手的 五种是黄手的 只有一种是攻击的武器 是什么 圣灵的宝剑 所以我们要拿出圣灵的宝剑啊 拿刀 拿枪 拿弓 跟某个人打仗 跟仇敌打仗 跟仇敌打仗 你不要把宝剑藏在仓库里面 藏在仗库里面就完了 仇敌来就被杀了 神给我们圣灵的宝剑 跟仇敌打仗的时候 你不要舍不得用 舍不得用你就要被杀了 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力量 不要舍不得用 而且要常常让圣灵充满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一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没有力量了 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的 一感动我们就马上做 这叫做力量 不要在那边拖山主事 拖山主事 到时候摩托在旁边 看你圣灵都要给你用 你不能用的时候 你就没有力量 摩托进来 趁虚而入 很危险 所以一个人如果被圣灵感动 他不去借着圣灵的力量 去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反而给摩托留地步 那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保罗一直强调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一被消灭 圣灵就好像你把他 守在仓库里面一样 不理他 圣灵对你来讲 一点功用都没有 你就没有这一把圣灵的保健 没有办法起防御的作用 没有办法做坚固的策略 再来十四节 我查看的就起来 对贵座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 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增战 这是勉励百姓靠神勇敢增战 信心的喊话信心的策略 所以当信徒在软络的时候 信心的策略一定要拿出来 向他喊话 不要忘记了 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 主是大而可畏的神 我们有神可以靠 怕什么 不要怕 仇敌虽然凶猛 但是主站在我这边 我就不怕了 有主可靠 我有何惧呢 主若帮助我们 主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31节 罗马书第八章31节 既然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 好胆 所以我们站在神这边 神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这仇敌啊 是只有淘宝的份 只有淘宝的份 你看那个大卫 小布隆东一个 少年人大卫 他是玩那个鸡咸的 玩鸡咸看过吗 那个鸡咸是玩鸡咸的 那不是大人不去玩 大人不会玩鸡咸 玩鸡咸 哥利亚多高你知道吗 哥利亚多高你知道吗 多高 几个 哥利亚有几咸 几咸高 几咸 这个几咸 看圣经啊 走到这里到这里 一直放 九 九咸 一湖口 三百公分 三尺啦 三米啊 三米喔 哇 这么大 他拿那个枪 头啊 枪头啊 六十四公斤 都比 可能比大卫还重 怎么跟他打啊 难怪那个高人一个头的勇士 那个勇士 那个勇士 扫楼都不敢出去啊 他的哥哥 大卫的哥哥 不敢出去啊 他在那边喊了几十天 四十天 没有人敢出去 作骂天上的真实的耶和华 没有人敢出去 啪的啪的 大卫一个小咕咚咚一个 还在玩激险的 出去了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 你来打我 是靠着你的枪 你的刀 我来打你 我是靠万君之耶和华 你所作骂的这一位神 这就是什么 信心的喊话 所以你看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说 今天神要你的命 不是我要你的命 神要你的命 他一击前一拿 啪一声就打到他的嘴头 就打下来了 我们想一想 他身体那么壮 真的他这样一打 会躺下来死掉吗 可能吗 大卫的力量那么大 神的力量让他躺下来了 结果他头一砍 啪一声就打下去了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 一个头一万万 你看 为什么 因为几万 几十万人都不敢出去 跟他打仗 只有大卫出去 大卫出去是靠什么 靠神 对神的这个信心 对神的这个信心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是缺少这个信心 我们遇到了很多 像歌利亚这么凶猛的人 问题 但是找不到一个大卫 这种信心的人出去跟他打仗 这信心啊 主耶稣说啊 如果你有信心像 一粒介菜种 你就能够移山倒海 可以把圣母风移到太平洋去 移山倒海 是主耶稣讲的 那不是我讲的 就可以把山移到海边去 你的信心像那个介菜种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尼西米 来打退敌人 这就是他的四个策略 非常重要 在教会里面 我们面对的敌人 就是要用这种策略 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前面三个 都是什么 王手的 对敌人不要客气 对猫的不要客气 信心的策略 打到他 打完他 好 然后呢 仇敌的计谋就瓦解了 我们看第四五节 仇敌听见 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他们是我们刚刚讲 不是讲过了吗 虚张生事嘛 仇敌听见 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 就不来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做各的工 所以 工心为上就这样子 我们跟仇敌打仗 你不要怕他 他就怕你三分打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 拳击的 Boshing 拳击的当 拳击的 他说吧 你看到 这两个人在开始的时候 垂这两下 就知道哪一个人 垂这两下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是 我垂你一下 你再垂我一下吗 如果我跟他打了 他垂我 跟我垂他 我就可以知道 他一定输我 还有 眼神 眼神就知道你怕我 我怕你 所以那个眼神非常重要 我如果不怕你的话 你就输我三分 很厉害 那很厉害 那是工心为上 所以你看一垂下去 他垂下来 差不多了 眼神一看就知道 差不多了 所以那个 工心就是说 我在跟你 打的时候 不怕你 你就怕我三分了 我如果跟你打我怕你 那你不用打 你可以下去休息 喝茶去 喝茶去 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好像跟魔鬼 在打这个一样 跟我们作为打这个一样 所以 当我们跟他面对的时候 你不要怕他 他就怕你 那个 那个 谢长老 他写的那本 我亲眼看见神 他那里面有一个见证 见证就是他过去 在神学院的时候 他写 总会是很小的 小小的 然后他住在一个宿舍 他在写那个圣灵论 那本书 圣灵论那本书 那在写圣灵论的时候 懵给他吵他 懵给他吵他 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害怕 怎么写圣灵 懵给他吵他 他首先就出现在这个窗户 只有几个头 我看他吓一跳 你都这样 让他害怕 叫他不要再写 几个头 但是靠神 我不怕他 他就怕我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怕你 你就要怕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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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不是走了就算了 本来是一个头一个都在那边 现在是整个人都来了 不是人啊 整个鬼啊 不是人啊 有时候变作 穿印尾服的西装 漂亮喔 穿印尾服的 被魔神那个有没有 来啊 找他 有时候呢 突然没有 没有头的来找他 突然没有腿的来找他 到后来呢 就坐在那大尾上 坐在那大尾上喔 那这样子都不理他 不理他 让他 弄把戏 弄把戏 弄多了呢 这个长老都不理他 他也觉得很无聊 你都不怕我啊 我干嘛怕你 我不怕你就怕我 然后他一直吵他 有时候跟他弄走开啦 有时候要给他弄开啦 烦了之后就 碰到这边 走 走啦 不怕他他就怕他啦 所以后来鬼都不来啦 不敢来啦 为什么 我不怕你就怕我 我不怕你就怕我啦 跟仇余就这样子 跟魔鬼打仗就这样子 你怕他喔 他就喜欢你 因为他喜欢怕他的人 你不怕他就怕你啦 你看这个尼西米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首先他就是把惧怕拿掉 你一惧怕的话 攻心为上 你就没办法攻心啦 喔 怕啦喔 米南话叫做 軟的土呢 他一直给你挖下去 如果每块土都是水 你看他怎么挖 他还没挖下去 一挖那个粗豆就 歪掉啦 一挖几球他就不敢挖啦 因为太硬了嘛 所以跟魔鬼打仗 不要手软 不要客气 不要跟他打交道 不要跟他打交道 一定要跟他 四不两立 四不两立 我们才能够啊 胜过 就好像 尼西米啊 用这个硬敌的策略 把它胜过一样 所以你看这些 仇敌啊 就就就就 就瓦解啦 百姓呢 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把他们个人应当做的工 做完了 这是这个破解仇敌的工事策略 那么再来呢 十六节到二十三节 这边讲到 尼西米采取非常的措施 这个非常的措施 因为仇敌走了 我们不能够走啦 我们就放心啦 不是这样子 走啦 既然有仇敌出现啦 我们就要防备到底 一直到工作完成 所以你看他那个 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虽然仇敌走了 但是呢 你看他们在 在做工的时候 他们采取非常的措施 什么非常措施呢 第一个 福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兵器 十六节 从那日起 我的福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 拿弓 穿战甲 官长都站在 留大众人的后边 一半做工 一半拿兵器 就是什么 一些人工作 一些人要祷告 工作跟祷告要并重 这叫防守 因为我们知道有仇敌人 官长站在犹太人后边 就是要兼顾软弱的弟兄 官长要看 软弱了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这是官长的一个工作 我们当同工的工作 我们要看 幸福哪个软弱了 帮助他 这个软弱了 帮助他 再来 此期节 修造成墙的 扛台材料的 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一面工作 不忘灵修 你工作要灵修 灵修要工作 不能够工作都不灵修 灵修都不工作 灵修不工作等于是没有用 所以一边工作一边留修 再来十八节 修造的人都腰尖配刀 修造腰尖配刀 要带着圣明的宝剑 来修造 预备与魔鬼征战 十八节下半段 还要吹脚的人站在我旁边 什么意思 守望者应当时刻惊醒 有敌人才赶快吹啊 再来 十九节 我对贵宙观掌和其余的人说 这功臣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你们听见脚僧在哪里 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听到脚僧要聚集 是讯号 脚僧要聚集 只要同心而异 并能够得胜仇敌 再来二十一节到三节 就讲到什么呢 怀奏做功 夜间放手 殷勤做功 要警醒 警守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尼西米所采取的 非常措施 非常措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面对了这些敌人 那我们面对这些敌人 虽然他知道我们的这个预备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没有防备 没有防备 我们还是要防备 所以你看工作与祷告并重 然后官长要兼顾软弱的弟兄 工作不忘灵修 要佩戴圣灵的宝剑 要有守望者来寄众百姓警醒 同心合意的才能够战胜仇敌 然后兵情做功 警醒警守 这些都是尼西米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非常时间要有非常措施 这是第四章里面的工作与征战 我们看第五章 敬神爱民的尼西米 这一章里面是谈到内部的问题 刚刚是外来的仇敌 第五章是谈到内部产生的一些困扰 所以你看尼西米正在建造成长就好像教会一样 有外来的攻击 有内部的问题 那外来的攻击呢 尼西米用了几个策略 在这个外来攻击里面得胜 那内部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看这个尼西米在为这些困扑的百姓解决的时候 也有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这些真的是可以运用在我们教会内部的问题里面 所以非常实际的 外部的问题解决了 产生了内部的争论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些争端 首先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谈到了百姓的困苦 问题是百姓的困苦 我们看第一节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乎好 埋怨他们的弟兄有大等 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 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 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冲击 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 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 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 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不悲 我们的女儿已有未为悲的 我们并无力拯救 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这是民间疾苦 我们看了这个现象也觉得说 在这些百姓当中真的有很多人 落在这一种患烂困苦的生活当中 所以你看他们要得粮食 因为人口多 因为没有土地 还要借钱纳税 因为他们是被马代波斯来管理 所以他们要纳税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把田地卖或租 更没有办法的就把儿女给卖 让别人当狐狈 甚至于他们的田地葡萄园都归了别人 都归了别人 这是尼西米回到犹大地的时候 所面对的内部的问题 很可怕 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受了刀伤 只要把伤口扑到就可以了 但是当我们的内脏受伤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扑呢 你的药放在哪里 你的药要放在哪里 在内部的 所以外部的比较容易处理 很明显的看得见 突得到 但是内部的呢 真的是大会中章 不简单 所以有时候教会的问题 不是外来的问题严重 所以内部的问题还是严重 我们不要忽视内部的小问题 内部的小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 成了大问题的时候 那真的是每天要成就 所以你看这些百姓 遇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尼西米他必须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的话 整个犹大国 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就分化掉了 心会转化掉了 所以你看他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就很清楚地表明了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在哪里 总归上来讲 就是在生活上出了问题了 有些人生活得好 有些人渐渐贫穷 渐渐贫穷 怎么办 就是要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困扰 属灵上也是一样 有些人属灵层面渐渐成长 有些人属灵层面不但没有成长 反而衰退 那怎么办 就是要帮助他在属灵的生命上渐渐成长 所以立位记那边讲到说你的弟兄在那里 在那里如果渐渐贫穷你就要帮助他 我们看立位记二十五章 第三十五节 密位记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三十五节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聚集的一样 不可向他举例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举例 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娃你们的神 成灵你们从埃及递出来 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要做你们的神 这边神在绿瓦上特别强调 我们是弟兄 是一家人 所以有弟兄在你那里 若渐渐的贫穷 手中有缺乏 你就要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弟兄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要有互相帮补的义务 跟权利 这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信主之后 男的就称弟兄 女的就叫姐妹 对不对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称谓 这个是一家人的关系 既称弟兄既称姐妹 就有共同一个爸爸 才是弟兄姐妹 没有共同一个爸爸 你总不能去外面 对面跟你说你是我的兄弟 你是我的姐妹 人家说你是 你从哪有问题 我们两个又不同一个爸爸 怎么会兄弟姐妹呢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称弟兄姐妹 就表示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 有一个属灵的爸爸 就是在属灵里面是同一家人 所以就必须要同心 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企业家 他很有才干 但是他家里有一个哥哥 他哥哥大概一岁 这个哥哥从小就贪犯了 所以他们在认书的时候 他都带着他哥哥一起上学校 一起放学回家 他都帮他哥哥洗澡穿衣服服 从小一直到长大 后来这个弟弟他出人头命来 他当了一家公司的老板 而且是很有名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家里面 有一个躺在床上 瘫痪的哥哥大他一岁 后来不知怎么 有人知道很多记者先生小姐 要去了解 为什么你对你这个哥哥 那么的照顾 他已经当了大公司的老板 哥哥洗澡都他在洗 换衣服都他在换 他可以放下很多工作 但是他不能放下他哥哥的这个生活 人家觉得奇怪 你可以去请一个人来替你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你不要呢 对啊 你有钱啊 你就请十个来帮忙他也可以啊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做这个工作呢 然后人家想不通啊 想不通 为什么一定要你做 想不通 换那个记者先生小姐来问他 采访他 要为他写一本书啦 他说他只讲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有名 这句话就是那本书的书名 他说他是我弟兄 所以他不中 这是那本书的书名 他是我弟兄 所以他不中 大家认为很中 但是他觉得他不中 因为他是我的弟兄 我们同样是一个老爸 同样是一个老妈 怎么会中呢 所以这一本书非常有名 他是我弟兄 所以他不中 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一直讲说 哎呀 我们是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看我们都觉得别人都很中 只有你亲而已 没有那一种属灵一家的感觉 属灵一家的感觉一定要有 有啦 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说 哎呀 我们在主里面真是快乐啦 所以你看他们 在当时也有这个问题存在 有的生活很好 有的生活不好 所以就有一些 一些怨言的声音出来了 一些怨言的声音出来了 这是百姓的困难 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 弟兄见见贫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互相帮补 他是我弟兄 所以他不中 好 同行莫告